那接下来我要用命令列的方式来编译和执行刚刚的程式 那所以呢 我们先试试看这个环境有没有惯好 那我这边的环境是惯好的 所以你待会请你跟我一样 在命令列里面先打开一个命令列 命令列在哪里呢 在附属应用程式里面的命令提示支援 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打GCC试试看 如果它的输出是No Input File 那就是对了 那否则的话它的输出应该是像这样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那如果是这个输出的话呢 就是有问题 你的环境没惯好 那如果你打GCC是No Input File就OK 那后面同学请坐好 好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切到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在CCCodeCH01 我先切过去 好 OK 那这里有几个C层次我们看一下 好这里有Hello.C Man.C 上点C 那我们第一个先测Hello.C 我把Hello.C印出来 它是长这个样子 那于是呢 我确定这个层次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就用GCCHello.C OK 那这时候呢 当我这样打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会跑出一个叫A.E.C的档案 这个是它的执行档 所以我打A的时候呢 它会执行刚刚那个程式 但是这样毕竟 每次都是输出到预设的A.E.C不是很好 所以加一个参数 Oh Hello 这时候呢 它会跑出 Hello.E.C这个执行档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一次如果要编译两个程式 我先把所有的执行档先删除一下 我一次如果要编译两个程式 那我就可以GCC 然后呢 main.C 这两个程式是有关联的 O O就是输出的档名 那预设的副档名是.E.E.C 所以我GCC main.C 上点C O 上的时候 它会输出一个 叫做上点E.E.C的执行档 所以这时候我打上 它会执行刚刚那一个 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程式 就跟你在DevC++里面看到的是一样 OK 那现在请各位先做这几个动作 这些指令 在考试的时候应该也会考 所以你必须要会使用GCC的这个编译器 用来编译或组译C语言或组合语言 OK 所以现在请各位就当场试试看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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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